录制今天这期节目呀 说实话我是喜忧参办 喜的是今天我们 请到这一家人曾经见过 一早来的时候 我就见到了这位先生 忧的是 当他们再次走到这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带来的是喜讯呢 还是 继续有点小矛盾 我们首先呢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 这一家人 2006年大年初二 甘先生开车带来一家七口人 回湖北老家参加二女儿的婚礼 由于天降小雨 加之疲劳驾驶 在下高速的时候 不幸撞到了岔路口的护栏上 一家人多数受伤 但大女婿却伤势最终 成为高位解贪 大女婿周先生认为 车祸后岳父并没有承担起 本应承担的责任 你认为这件事情 你岳父有责任吗 有 很大的责任吗 非常大的责任 那他认为他有责任吗 可能认为没有 甚至有一次还出口 侮辱周先生母子两 他骂了我母亲 具体怎么骂的我不讲 他是骂我 但是牵扯到了我的母亲 在他看来 岳父本应承担 巨额的赔偿金 而岳父却始终不以为然 面对专家的质疑 倔强的岳父不断辩解 你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吗 但是我跟他赔偿质 有法律律的 你不把这一家人祸害了 你算不完 要讲良心 不讲良心什么都可以 您把您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的祖孙三代都比你还痛苦 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条件 这一家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转变 现在您岳父岳母即将登场 对不起啊 小赵 对不起啊 爸爸很大 现在都就是对你 对你一生的话就是 感到你的生活 其他方面都可以考虑你 请你放心啊 特别是你的霸王 听家伙 听家伙 原谅我 对不起啊 今天 在这四位老师的帮助下 我观众们的指导之下 这就是主持人的帮助下 我觉得 不等会儿说说 有所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我有点不习惯哎 这个社会必定是发展的 要学习 你看看你的大女儿 我不需要看到我 心里清楚 你从小对她比较严厉对吗 嗯 你知道她有段时间恨你吗 恨 肯定也恨了 这我也清楚 终生恨我 包括我的大姑爷 刚才那一瞬间 你好难过的哭 还是好激动的哭 告诉我 我觉得我爸爸能够 主动的承认他的错误 这对他来讲 是一个进步吧 你从来都想过 一步 而且 我觉得我特别没有成就感啊 我正准备 弄着这四位老师 努力去说呢 没给我们机会您 我发现您挺聪明的哈 不是聪明 因为我 从今这里 你们开始 我就一直在看 你们辛苦的劳动 在组织 在跟我们 怎么解决 条件 我也是一个 有学有力的人 不是一个冷学中文 老师们 给我们这个家庭 多多的指导 我心疼这个女人 我心疼这个女儿 因为她刚才的哭 太多内容了 因为 我相信她一直不是在流泪 一直在流血 她能不打麻药 把伤口缝上 这爸爸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为了能让 这一家人的痛苦减少一点 为了能让孩子安全出生 是 但是 我相信 这一切对她都没有难度 最让她难的就是 她怎么能够 把她爸爸的思想工作做通 不要再让我的丈夫难受了 但是她一直做不到 她没办法 所以她看到她爸爸 给她带来幸福 后 主动 是那一刻 主动跟她丈夫说的那一刻 对她来讲 可能 比她 不打麻药 横针 所坚持的那一刻 都来自更加不易 所以 真的挺心疼 这个女人 我觉得她 今天可以 彻底放下很多事情 是因为过去的日子里头 她作为一个女儿 她无能为力 她把所有的爱 所有的这种表达 都换成了 对这个男人的好 才让这个男人 坚强地活过来 先生您能告诉我 您什么感受吗 我希望把所有的伤口 撕开以后 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想问你 我知道 其实你的腿 是没有知觉的 我感受到她 她的手 对 但是你应该能看到 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不说 我们一家人 不能够在一起的 也不一定要牵掌 我感受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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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 因为我不是你的原因 这是你有我的原因 你不要这么做 以后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再也不了解 因为她们都没有爱 为了以后我们 到这里来 我应该叫你一下叔叔 不管当时什么情况之下 说那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很过激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两个憨厚老师的老人 是不是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没有说过一句 你们真的是好福气 生了两个好孩子 碰了一家好人 这一家要不是 别说是好不坏了 人家就是按照正常的 这个法律追究责任的话 我们没有平静的日子可过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 说声对不起并不难 难的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对不对 对不起 说是感恩的 感恩的 这两个孩子的照顾三个 一家人都要感谢 有什么困难你放心 我只要一天活一天我都会支持他们 真的就不要考虑 你们安心在这里 做原谅做量的 我是来这来不是说来这养老的 我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 你如果说你走了 不是应该的 我是有想法的 我跟你说 我是现在是 家庭的问题 你不要去想办法想 房子的问题 这房子是你游子的 这里不要考虑的 生活的问题 也不要考虑的 是 有你吃的 有我们吃的 就有你们吃的 给他们安排了 我最喜欢 你别说 让亲姐说两句好不好 我就是请你们两个 说对不起就跟你们两个 他说特别对不起 阿姨咱大人有大量 我们从啥吧 亲戚方面 阿姨三个女儿 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得为活的人照项 非常好 我这现在吧 来到这个 不是来养老的 来这里我就 看我儿媳妇 我儿子 帮他带带孩子 现在我是偏心 就偏心 我对阿姨两个老的 有一个不能自立的 我们就走了 我还有三个女儿 我不能给我儿媳妇 我儿子这样事 是要照顾 我不能给我儿媳妇 再增加 经济方面的负担了 不能这样说 咱们都一家人 不对了 是 妈 我看着 我都不要你走 我看着 我是媳妇 人家成熟 成熟一队 风年过节 旅游进 就要刀扎我心 我办不到我 妈妈 只要有一份力量 我不能退出 叔叔 我为什么让您坐那儿 您知道吗 这是她媳妇 那是您媳妇 您以后打算怎么做 以后 再好一些吧 把以前的脖子去掉吧 我今天非常的激动 在这些专家的努力下 我爸爸有一些改变 真的非常感谢 再次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 爱真不想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这次真的不过 你心里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已经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爱的人 在这样一个长达十分钟的短片中 我们回忆了当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今天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第二天就是中秋节啊 我们这一家人 再次回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他们 黄老师 哎呦哎呦哎呦 您好 来来来 来来来 阿姨您好您好 哎叔叔好 叔叔好您好您好 您坐 您坐 您好 这个 我手里现在有两份月饼 是这个岳父一上场递到我手里的 这是送我们的吗 是 过中秋节了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 刚才看这一大段 我在想 作为当事人 你们一定心里边有很多感触吧 先生 您的感触应该最多吧 也难珍 我们先来问问这位女婿啊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你快成你们那片名人了吧 我可能快成北京市的人 会不会听看我人认识您啊 不太敢出门 反正每次总会有认出来 我爸爸在火车上被认出来 真的呀 先生 您一公就上了仨镜头都被认出来了 看来充分说明我们那个节目的影响力啊 上次那期节目中 徐杨律师在现场吧 对他们这一家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这一家人确实太不容易了 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变故啊 不光是这个对受伤最重的这个大女婿伤害特别深 其实整个家庭的打击和伤害都特别大 每个人心里都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他们特别高兴 至少比上一次更乐观了 每个人都面带笑容 而且呢更积极了 而且日子再往好的方向再走着 先生我想知道啊 先问您一下 您这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看状态不能看出来 有一幅比较特别的礼物 这个比较残酷的是这个 这有一幅字 但是这个字呢不是我写的 是我请那个一个浙江省的一个 知名的残疾人书画家写的 他叫陈伟强 是浙江省的四大残疾人才子之一 谢谢陈先生 所以我太想看看这幅字了 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是吗 他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们 虽然我们都是残疾人 但是我们也需要找自己的榜样 对对对 内容是我提供的 概括为十六个字 叫真人真事 有血有肉 讲理讲法 重情中义 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也特别这个 把这幅字送给王导 看见了吗 大王为念 必须收 必须收 而且说实在的 这给了你 你能举得起来吗 对不对 你这就是你收礼物 你得看自己条件 今天幸亏陈旭没来 陈旭来了 他就站着凳子上 没看凳子 从这幅字就能看出来 您不管别的 心情是好了很多 似乎从那个阴霾中走了出来 这个我得问你媳妇 这些天来 你老公有变化吗 有变化 可能是我的变化更多一些 然后对他的影响会大一些 因为我以前 晚上可能会容易失眠 睡不着 我倒觉得你真是胖乎点了 这次 好一些 我好一些 他这样可能又会好很多 最关键的 或者我们最期待变化的 是岳父 先生您好 您一上场的时候 首先我在那的时候 就发现您在暗自抹眼泪 然后上场之后 我们都笑的时候 您也没怎么跟我们笑 但我发现您这件衣服不错 挺贵的吧 这也是拿来送人的吗 关键是好像刚过了冬天吧 刚过了 刚过了夏天 对呀 您就把冬天的衣服穿上了 您很冷吗 因为我昨天 一点都才睡觉 为什么 紧张 为了生活嘛 为了生活 您还在忙活是吗 因为我昨天 给别人拿手机 没有拿到 我一点都才回家 拉货吧 拉货 送东西 一点都才回家 所以今天觉得非常的冷 我想问您 您最近开始赚钱了吗 我想坐在他旁边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一分钟都离不开 太受不了了 其实我老公他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努力 就是从 年龄年出世以后 他在家里 就是恢复了差不多 两年的时间 08年开始就一直在工作 那么您在做什么生意啊 做老年人用品和残缸用品 线下有一家实体店 线上有网贝 那也就是说 万一我们给哪位老人 送个轮椅啊什么的 可以从您那买 对 没问题 享受特惠价 特惠价 别别别 我要是买 您千万别打折 好不会宰一个 还不宰一个 最近这生意怎么样 良心运转了吗 在良心运转 虽然那个不是特别特别好 但是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逐渐走上正轨 就每个月能赚点小钱吗 还没有分红 我们还在滚东市投入 还在投入呢 对 滚东市投入 因为开始的时候起步也比较小 您那老店叫什么老店 叫福祉会 我不能白收人家东西 所以请大家 要是有老年人用品 残疾人用品 请找福祉会 我就是这儿的代言 你行不行 这位岳父 您希望您女婿 多赚点钱吗 这就凭自己的命运 不不不 您希望她多赚点钱吗 那肯定 肯定希望她多赚钱 对呀 我发现这位岳父 您特别有意思 就是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吧 往往是反着给的 不是反着给的 这个财运是有一定的 但是这个财运 在大家的支持下 肯定活起来 是不是 有你们电视台的帮助 和这些老师的方法 对 所以我问您 您希望她多赚点钱吗 那肯定希望他们 还看您上次 你们俩那关系 我估计您心里想 哼 不挣钱 永远穷才好 是这样吗 那不是 不会吧 您其实是个内心 非常善良的人 就是 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 方法 有些欠缺 岳母 我看您今天是所有人里 除了您女儿以外 您笑脸最多 对 您心情好多了 对吗 挺好 挺好 您觉得您老公 回家以后有点变化吗 很大的变化 也温柔些了 好温柔 哎呀 她要温柔 是个啥样子呢 我也不知道 老婆子 我们老上这儿来玩 总来听几位老师的节目 我突然想起来了 等会儿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今天你们要是不这么来吧 我还真没把他跟那个观众放在一起 这位大姐您是不是经常来看我们选择现在 对 对啊 您是因为来这录完节目以后就在我们当观众了吗 对 观众席经常见到 当您看到别人家的节目的时候 你着急吗 也着急 其实我妈妈一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她经常来参加我们节目 你们支持吗 我们一直都很支持的 谢谢 现在我们为这个家庭高兴的时候 我们的编导 这期节目是我们的主编做的 他在跟两边就是岳父岳母 以及呢这个小两口联系的时候 我却发现这个家庭中在回去之后 从表面上来看呢风平浪静了 但是呢却有一些暗流涌动 我不知道这位女婿啊 你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岳父 您能理解我这句话吗 肯定能理解 能理解 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有很多方面 所以今天我特别高兴他们能再次回到节目中来 我特别希望我们再次通过一次节目的录制 能够让这家人真正从心理上达到一个更好的境界 这个岳父我清楚地知道 这样一个个性的男人 你想让他在一次的录制过程中就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我以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他一定会有一些遗留问题 所以我特别欣赏和喜欢谁在说这个节目 有很大程度上 就是他们从不把表面文章做完了之后 赶快把盖盖上 别让大家知道后来怎么着了 谁在说永远遵循一个原则 有问题我再来 没有问题来帮助别的家庭 所以说这就是谁在说勇敢的魅力 这也是谁在说能够坚持到今天受北京乃至全国观众喜欢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想请其他体位先退场一下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老岳父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 好不好 请这个 我又给您出难题 我又给您出难题 您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把您往坑里带 即使带进去我也会给您带出来的 节目做完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我不瞒你说 有反对的 有支持的 有骂的 还有骂的呀 那肯定呢 骂谁呀 骂肯定是骂我了 为什么要骂你呀 因为我这个家庭已经超成省值了 妈就是骂我出现了车祸 但是我也是没办法是不是 谁都不想出车祸 当然当然 关键是其实出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出事之后咱们怎么面对它 面对这个问题我也跟你说实话 怎么面对呢 一家人你是怎么面对 一个讲赔偿 他也讲不出口 对不对 我说我讲不管他 这是从两页上说不过去的 对不对 录完节目之后 其实对您来说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因为您的生活环境变了 对不对 生活环境是变的 为什么 也还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发展吧 我们在搬房的工程 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那你们住哪啊 那天我还租里有一个房子 这租的房子多大呀 一室一厅的房子 所以就您从一个大房子里搬到了一个小房子里 对 心情还是非常落寞的 想法是有的 但是为了这个家庭 我们必须要付出一点 我们看到这位岳母 这个立刻就要掉眼泪了 对那个房子有感情对不对 对房子不光对有感情 你想啊 我们从农村一个农民 我们从政策开放就出来 我说我们必须要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来 甘先生出生在湖北一个小山村 多年来一路大片 从小林宫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生意 从武汉起步后又来到北京发展 2005年 一家人终于在北京拥有了一套140多平米的住房 如今为了缓解二女儿一家的经济困境 老两口从那套房子搬出来 离开了自己住了七年的房子 老两口说不出的心酸 在甘先生看来 这套房子写的是女婿的名字 但其实是大女儿一家 小女儿一家和自己三股力量买的 这也一直都是他们争论的焦点 我们这是三股投资买的房子 全力 现在就写了它一个名字 我这约夫的我是有效果的 但是想它还是我一家 想法会想法 是不是想法会想法 您觉得您的女儿女去承认 你们是三股买房吗 这个钱是经过我的时候的 我怎么不清楚呢 这个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八十多万 八十五万 这八十万中有多少钱是您出的 咱就不说不说生意上 就是您出的 从您的钱包里拿出来的 我没有钱 我用我们的钱全部拿来 对 我们老两个没有钱 没有单独的存钱 小周那边公司 从一夜五里面可还你贷款 可拿了钱买的房子 也就是说 这就是过去的事情 我买这房子 你还是为了你 为了大逸 这房子是大姑娘的 小姑娘在武汉买房子 这不是这种安排的 如果说是要求我赔偿 出特货赔偿呢 我也可以 我给你一百万 我建这个房子三股份 我那房子卖四百五十万 我只花了八十多万买的 对不对 我付三股份 这人都是要讲究个良心的 虽然说从炉子回开了 各个老写了三十一 三十一一封信 跟电视台有几分 跟他妈妈一分 跟我一分 三十一啊 我看了心烦 但是我都说他 烦也是我自己操作的 为什么说是我自己操作的 我不买那个车 不买那个 多买一栋房 我多好啊 我这种房子 起码赚几百万 这八十多万 我现在卖四百五十万 我买两栋房子 我要赚一千多万 对不对 如果现在我们再说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的话 我们觉得 无论是随其那个与法的话 这个房子我认为都不应该有特别大的争论 我也不愿意 当时出车后他还是做的后排的 不是做的前排 他做的前排 没说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人的命运 我没有办法 他说我不负责任 他什么 是不是 你说怎么想 什么叫负责任 什么叫不负责任 我就说你 经过我出了一些难题 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 一个好话会说 什么坏话 你就关给我出难题 也就是说现在 我随着现在车子他们 要买我始终保持我不买 你说那么多干嘛 在上次的节目中 其实我们也在说 这个车祸已经出了 怪谁都没有用了 对吧 但是这个开车的人 因为您是开车的人 您肯定要从心理上 负起这个责任来 那么上次呢 您也给您的女婿道歉了 这事咱们就告一段落了 关键现在呢 遇到的问题是房子的问题 老两口呢 住着原来呢 这个房子 现在我跟你说的 房子没有问题了 房子 我跟小鱼 跟他做事业工作 听王老师说完 王老师说我跟王老师改的事 那么强 做事业工作 从147平米搬出去 这10年来北京 分的了10年了 谁愿意出去 我说我舍得他舍不了 为什么 10年了 我跟他做事业工作 租了个小平米的房子 但是那个小 一事一天里 也就是我们两个租 我说的我们跟他 做事业工作 我跟他那种说的 好多 全国好多农村 没有房子住的 生活问题解决不了 是不是 要拖河 拖河 拖河 对 对不对 所以事业上它就通了 从一过去了 我就把它办 那个您说完我再说 后来我发现 我根本插不上嘴 也就说明这位岳父 其实还是个挺强势的人 这位岳母 您老公平时就是这样吗 他说话你基本插上嘴巴 是 那我说话 那肯定不敢说话 我说一他不敢说 就是这样 就您自己呢 把您自己放成了一个 家里的领导的位置 这样那不是领导 您这还不是领导呀 我还是被领导 您要被领导的话 领导一讲话 你还不赶紧停 我看您太太说了半天 您也不停了 太太的话 有些话不会听 有些话不论听 但是太太的话 只能听一半 全体是错误的 全体是错误的 对 那也就是说 该听您的呗 我的话他也不成感 我想问您一下 这个房子是谁 最先提出来要租出去的 是 是您主动提出来的 就是为了解决 大女婿的这个 生活问题 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我们能看出来 在刚才这一派的故事中呢 我们这位岳母 其实是非常伤心的 那个房子对于他来说 或者说对于 所有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中老年人来说 那就是一个家 是一辈子的希望 可是现在 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必须要搬出来 然后呢 在家庭中呢 他又属于这样一个社会地位 家庭地位 就是老公说话 我就不能说 这个说了也不能听 今天在现场 这个叔叔还在给我留面子 估计要在家 绝对您一句话插不上 是 而且今天在现场 这个阿姨才敢说说 你别说了 估计在家 连这话都不敢说 那不 但是现在家的 新的家庭矛盾在哪里啊 就是说 其实他们只是来了这儿以后 才说 在家里边 谁都不会把这个话呢 明说 这房子呢 现在写的是女婿的名字 上次呢 这个先生也在那儿呢 表态了说 这房子就是女婿的 但是呢 其实在他心里边 他清楚地认为 这房子是三股合一的 它多少有些不平衡 不只是搬出去这个问题 还是这个钱还在 然后房子问题 它这个情节还在 因为房子呢 你们住了这么多年 其实人和房子之间 也是有感情的 因为习惯了嘛 是吧 虽然他对这个房子有感情 但是他为了一家人的这种和睦呢 又只能舍弃 所以他呢 就是说 既希望别人理解他这种心情 同时呢 又不希望老来提这个事 但您呢 现在就是 您这个人的性格呢 是叫这个理儿 其实您叫的对不对呢 也对 你看您 要没有您从湖北先奋斗来北京 是吧 您的孩子 是吧 这都是 由于您先奋斗 这不才有后来的事情吗 所以说您有一点小霸道 然后有点男人的那种大男子主义 也特别能理解 而且您认为呢 就是一家一小呢 就在一起做生意 这是三股的力量 也是对的 但是 那谁让您惹祸了呢 就是 您惹祸了 所以您现在就不能抱怨了 您一抱怨 这家庭又不和睦了 您老伴的希望就又落空了 然后又显得您好像对过去您已经承认的 对不起女婿啊 无论是车祸啊 还是什么这些 又显得好像您又要翻旧账了 不是 其实您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您就像您刚才自己说的 不太会讲话 然后一说完就不是那意思了 确实是 您说完什么好像都不是那意思了 其实您本意也是希望对您理解 也就是说我已经请我的全部来赔偿这位女婿了 我已经做到了 就人之意尽了 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给别人的感觉呢 就好像您 您对原来和盘那个承认的错误 又有点要往回那个 说点理了 确实吃亏啊 不是的 我说这个意思了 我是这期节目回去 给我送了一封信到我了 我看到了 我一点心里不清 读书这封信 没有书 我书就好书一点 这封信 三十页的一封信 这么厚的 将近三十页的一封信 对您来讲 已经是一个挺大的压力了 这个温序之间有什么话不好交流 咱不好谈 你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类似于这个法院 给我一个传票似的 你去让我自己去阅读 所以心里有一点个影 再加上呢 可能读书也读得 就没有那个读书的习惯 你现在拿这个你吓唬谁啊 首先这就是一个不愉快 对不对 在谈到这个房子 当初这不是说谁 一个人拿钱 是大家集体买了这个房子 现在是小女儿自己要拿出钱来 这八千多块钱 要给了大规矩 我觉得您纠结在这儿 说真的 我这个事情呢 我跟小规矩做了很多实验工作 要他给他搁钱 你在外面就也是搁钱 这个钱 你投了给他们 他们现在困难一些 支持他们一些 我说话一点 我就要他搬回来了 强制性要他搬回来了 他其实不了解我 他并不愉快 事实上 他的这个受伤 你是用一座房子 你也赔不了的 我给你一座房子 你坐在轮椅上 你试试 一定要从心里记住 这场车祸的直接造势人 就是您 而不是别人 认了这个 你就得认另外一个命运 就是谁让这个房子 是弄好之后出事了 出事了 你就得想办法 甚至是无条件的 让对方高兴 我以为只有一条道 让他们不光高兴 还得让他们心情好 把生意做起来 他们有 你们就有 如果折腾的大家都没有 最后弄不好 房子都没了 您再要智慧 您得用您的东西 顶着他哑口无言 就是我这 哎呦 太对不起了 我出了这事 我难受死了 让他心里边 他觉得我要再说 我这岳父 我都有点过不下去了 这是第一 第一啊 我教您 就是您用一个低头换来的事 更高的昂头 您现在是使劲耿着脖子 来来来 刀往上砍 快快快 谁砍的快谁来啊 您是这样一状态 你说人不砍 你砍谁啊 谁不清楚 自己拉的一家人 最后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自己好好的 难受死了 我相信你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的时候 有的是 你在这样的一种压力面前 你没有选择了 刚才王芳说的一个态度 你选择了 已经这样了 怎么糟吧 你以为这样的人舒服吗 这不舒服 你这样一弄的话 大家把所有的恨 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愤怒 都集中在你身上 是 因为我们找不着人 这个时候 你能怨马路蹲子吗 你能怨汽车轮子吗 你能怨老天爷下雨吗 谁也怨不着 只有一个能怨的 活着的您 老是这样状态 我就出色了 你的命运不好 我媳妇坐旁边 怎么没事 没有这么表达的 所以说 你应该感谢你身边的人 都让着你 都宽厚 代理 你太太 你女婿 你女儿 而这里边 最让我们欣慰的是 你的女儿 在这件事情过后 不离不弃 照顾着这个男人 说实在的 人 出现高位劫瘫 这个女人将承载 什么样的苦难 你应该知道 可是她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紧紧地拽着她丈夫的手 以至于到今天 她没有一分钟 是演给别人看 因为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摄像机没架着的时候 你的女儿 就是这样对她丈夫 她的态度是对的 你小女儿态度是对的 这里边只有你的态度 是不对的 你就记住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家里头 获得一点老了之后 大家对你的尊重 和在经济状况上 对你有些照顾 只有一个办法 你一定要改变态度 让他们觉得 我爸爸真的彻底变了 他们才能把挣到的钱 转到你的名下 否则的话 你一点便宜占不了 名字已经写成人家的 你连个毛都占不着 所以说既然不要 那就干脆就不要 因为我错了 这就算我对你的一份偿还 我就觉得您呢 就吃亏在您这个态度上了 您现在不懂得收着 就使劲地这样张牙舞爪 愣得大家都会 之前你老头太不讲理了 而且我举个例子 这封信 马老师 您第一眼看上去 就说直观感受 三十多页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出大事了 绝对大事 能写出这么后信的 一定是有太多的话想说 通过这样的方式 希望您有一个大量的时间 耐心去阅读 这是这封信留的感觉 刚才大哥 王方问他这个信 看了这信什么感想 大哥就出口上人说 我看着烦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他说的 心理不平衡 看着这个信烦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因为这个信里头 有一些个观点 跟您的这个观点 确实是存在一些冲突 就是你的行为 做了很多 但是你没有得到 大女婿 从心理上的 这个彻底的原谅和释怀 认可 所以你感到不平衡 就凡个你现在也同意 说都归大女婿 没有反悔 而且呢 你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从行动上 你已经搬出去了 包括这样一个年龄 还在去奔波 但是为什么 你想没想过 没有更多的人 去替你说话 没有更多的人 去体会你这个艰难 家里发生如此大的变故 本身对于甘先生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打击 而女婿 在上次节目结束后 所写的家线 也让她 本意平复一些的情绪 再起波澜 因为这封信有三十页 约三万字 分十二个部分 概括了这个家庭 十年来发生的一切 对于一个知识水平有限 性格倔强的岳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首先你的女婿 在这封信里面 写了十二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 是生意的缘起 她大概讲了一下 我认真看了一下 你答吧好吧 你说吧 我不说 她说这个生意 我说的做说的 是不是你答 好 说她拿出了启动资金 有这事吗 拿了 拿了 是她主要拿的对吗 不对 启动资金是谁主要拿的 启动资金是三个 我们是绝对的 是每个人是平均的吗 是平均的吗 这一点 她可能要多一点点 也不会多 差不多 我为什么要她打的 是不是 我们自己拿钱 比他们两个家庭 还要多 另外您的女婿说 当时在你们最初 做生意的时候 你们一家人住在一起 房租主要是她出的 对吗 说相信每一个人都记着 在广安门的那段日子 广安门住了一年 好 虽然日子不是很宽裕 也有争吵 但是那是我们十年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当时广安门的房租 是我个人来支付的 对吗 作为一个并未正式结婚的男朋友 不计回报地拿出启动资金 承担一家人的房租 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 不断地承担和投入了近十万元 每个人应该想一想 当初这个人是怎样付出的 这句话有问题吗 这句话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这句话没有问题 好的 关于房子 她说 我想不明白的是 老岳父老提的这二十万 这二十万元钱从哪里来的 并不是从我岳父 个人腰包里拿出来的 更何况 他自己买车的十几万 也是从生意家族里拿出来的 是啊 这也不是他完全赚钱 也就是说这车人 也应该是三个人的 对吧 好 而且在多年之后的今天 他仍然坚持认为 这二十万元是他给我们的 我希望所有的人 都将这套房子的事 彻底放下 如果大家认可 这套房子的归属 我希望我和我太太 可以进行自主支配 是租 是住还是卖掉 这是我们俩人的事 我不希望其他 再有人参合在这其中 另外他还说 如果你们非得说 这房子有你们的份额 那么请问 你们的二女儿 在武汉买的房子 也是从这家族里 拿钱出去买的 难道也有你们的份额吗 那有 我这两头的房子 为什么说 我住在哪里 我都有权利 如果您要非得这么说的话吧 一会我就得让律师跟你说说了 我跟你说 这老人家 如果这是别的 就那么 黄老师啊 如果说他现在这是今天提的问题啊 这是信里边的 上回录完节目以后 我先说看这个分析我烦点 如果说他现在证明说 我把武汉的房子 小鱼的房子买了多少钱 现在加持值得多少钱 现在北京买的房子是多少钱 我们还是三个份 我们通过了你们 首先啊 如果说他对于的话 如果说是把那个事情 不提这个事的话 我这房子送他 我们回武汉去 我明天我就准备走 首先这房子不是您送他啊 那也叫送他 您不能叫送他 这有律师在 有律师在 我们就聘你律师 我们现在就聘律师 我把武汉的房子买多少钱啊 不是 您不管这房子值多少钱 那都是我们三个 三股股的钱啊 那不管 那现在写谁的名字啊 您有没有站在 我不可能是三股股 这位先生 您听我说啊 说 如果咱们反过来想 当时赚完之后 是您的女儿高位结贪了 然后您的女婿在陪着她 我相信您今天的态度 会完全转变 您根本不会计任何报酬的 你不会计任何报酬的 任何情况说 这房子怎么怎么样 都不提 为什么 因为您的女儿受伤了 那么今天是您的女婿受伤了 王导在前面给您讲的那个话 您有没有听明白 把您绑在轮椅上 坐十天您试试 王导 我现在 我没有 我都跟你说多例 现在她想怎么 我打着她要求 我打着她要求 要房子 我走人 您看 就我们 你说现在她要求怎么样 那您休息一下 您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 女婿要求什么样 你现在问她要求怎么样 好 那您休息一下 好不好 请一下女婿 这边 倔强的岳父在下场的时候 似乎带有很大情绪 而那封三十页的长线 如今成为她最大的心结 对于这封长线 女婿周先生会如何解释 对于房产 他们该怎样对案 这个境遇的极大苦难的家庭 敢走向何方 如果不是我很着急 我可能不会这样比喻 我说如果出事的是您 不是他 我不介意 也许他不一定会 能够理解这一点 是的 谁碰到一个这样表达的父亲 可能都会着急 尤其是你 亲不得 重不得 咱们现在就踏实地讲 这个生意你们是 您一家人 您妹妹一家人 就是您的小姨子一家人 和您父母一家人 当时关于这股份 谈清楚了吗 如果说单纯从股份来讲 我们先不说具体数额 我们应该是绝对的大股东的 我妈妈也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我相信说 他们每个人心里面 即使不承认 他们心里面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说如果说 纯粹地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大家按早期投入来算股份 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 但是在 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 我本身来讲 因为我在外面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年工作 也意识到清楚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 一个家族的生意 想要长久地做 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必须得寻找到 一种平衡 那当时我所做到的 一种平衡 是说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我们每月开了家庭会议 说不去管过去谁投入了多少 那么把这个生意 平均分为三份 那就是我跟我爱人一份 我岳父岳母一份 妹妹和妹夫一份 那实际上来讲 在那个状态下 我认为我们是做出了很大的 让步 我们过去都不计较了 说谁投入了多少 谁做出了哪些贡献 因为我希望这个家族生意 能够做得更久 也就是说在2005年的时候 您其实已经做出让步 对 年末的时候 那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人跟我提出要求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出车祸的 对 没有 没有任何人提出要求的 说你要做出这么让步 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讲 我已经清新地意识到 这个问题 你们是哪年买的房子 2005年年底 就是在没买房之前 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确定的 那请问这个房子 当时买的时候 你父亲认为 他拥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所有的财产 假设来讲 我们认为都是 就是赚到的钱 都算是共同财产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拿出来的20万 是从家族生意拿出来的 那将意味着 他只有六分之一的权性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不是对 就是他那20万的六分之一 对 那这还不能跑掉说 他那十几万买车的钱 应该也应该 如果在同等时期对等的话 就是我用了钱 你也用了钱的话 对 那我们应该有个对等 老父亲特别有意思的是 老父亲说 房子涨了 所以我份额要涨 但是车呢 降了 但我份额呢 就是我只按当时那个钱 他按那么算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个增值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取决于说 你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最早 买房子的状态表述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三家 凑钱来买一套房子 所以这个家族生意 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做好了都好 当有问题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把这事情讲清楚 现在跟妹妹妹夫 没有直接冲突 对吧 没有冲突 咱们就拿岳父的这个理论来 说这件事 岳父呢 什么都爱说个 这就是你的命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 如果用他的理论来讲 他说你受伤 是你的命不好 那个你能不能赚钱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 咱们不说命吧 就说运气 那么 如果用他这个理论来讲的话 那人家当时在北京买房 或者说他们主张 去在北京买房 那是不是也能说明 人家运气好啊 我当时 后来把这房子租出去了 不是吗 现在对吧 租给你妹妹了 你愿意租给你妹妹吗 我跟我妹妹讲 我师父说的是 我是特别不希望 把这房子租给你的 首先来讲 我要背负心理的负担 我租给别人的话 我拿这个钱 理直气壮的 不可能租给他们 就是我来 我说你都租给他 我就帮你走 然后我如果租给你的话 这将意味着说 所有的人要平衡好 自己的心态 爱人的心态 和你自己爱人家人的心态 能不能平衡得好 这是一方面 另外就包括 我岳父岳母的这个问题 她会认为说 我是拿了这个钱 来救济你们两个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认为这应该是我 可以正常的一个方法 来解决我自己的困境 最先开始提出 整租的时候 是我妈先开始 是想着要分租出去 就是说她还住在房间里头 我也是那么想 就是说先让她 住在这里头 然后再分租 但是后来 觉得那样也挺不安全 那天我还特地跑过去 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妈 你是不是就是说 就是说想好了 确定好了 就是说想要整租出去 但是我一看她 跟小伙子 对 我就 不想租给这个人了 对 然后我妈说 没问题 那你拍照吧 然后我就拍了照 然后第二天 我就从网上 直接把照片传给她 然后她就在网上发布的 然后没几天的时间 不到一周的时间 她就把那个房子 租出去了 然后人家跟她签的合同 看房子的时候 是我带盘房去的 我岳母都在的 看房子之前 我也征得了岳母的同意 我说晚上要带人 看房子去的 那天我还特地带了 我们家的孩子去的 随后我就把房子 就是定下来了 定下来以后 然后我同事也 给我岳母打电话 我说这样意味着说 我们周末要把房子 给人家腾出来 我给人家签了协议的 协议都签好了 定金都付了 说好了搬家的前一天 我岳母还给我 爱人打了电话 带她回家去吃饭 他们那天晚上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这都没问题 对 我认为所有东西 结果出什么事了 对 所有东西都没问题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是接到妹妹的一个电话 妹妹说 他们想搬屋住 那岳母跟我讲的 就是他跟那个小伙子讲 说我们不孝顺 要赶他们出去 然后那个小伙子就说 如果我们知道 是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就不租这个房子 这话可能也是个客套话 但是他就当真了 当真了以后 他就认为说 人家没有租房子的意向 那从另外一角 人家如果没租房子的意向 就不会付房租 不会签合同 来 推下岳母话筒 这位岳母您好 您好 王老师 我想知道 当时您跟那个租户 曾经说过 说你的大女儿和女婿 不孝顺 要赶你们出去是吗 我想知道 当时您跟那个租户 曾经说过 说你的大女儿和女婿 不孝顺 要赶你们出去是吗 是 是说过 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这位岳母您好 您好 王老师 我想知道啊 当时您跟那个租户 曾经说过 说你的大女儿和女婿 不孝顺 要赶你们出去是吗 是 是说过 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那肯定的啊 她就不愿意 我在那里住啊 那是不是您同意了 要让他们租房子的 但是我就说 要小女儿住在里面 我也就可以 可以住在里面了 那么您真的觉得 你的女儿女婿 大女儿女婿不孝吗 当时那种做法 我就觉得 还是有点不孝 那么我问您 您是气话呢 还是真这么想的 我气话 当时也是气话 那天你们还报警了 对吧 对啊 为什么报警 因为那两个孩子 非要住进去 非要搬进去 要我走 要赶我们走 我们才报得紧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 我小女儿给她 给你钱呗 不知道是给你四千 那是给你两千 我就没问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从上次 录完节目之后 虽然说你们表面上的 这个节儿解开了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 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节儿 对吗 对 您觉着女儿女婿 刚才讲的话 都有道理吗 也有道理 但是有的地方 也没道理 哪里没道理 告诉我 你想就是主持人 我应该是可以住在里面的 但是她就 不行 我要整租 你是愿意拿多的 是愿意拿少的 她觉得我们住在里面 就租不了那么多钱了 这就叫没道理 您女儿去跟您说过吗 要整租的事 当时跟我商量了 我也同意了 那您同意了 你干嘛 我跟您说 主持人 同意了 她租给外人 我一看那两个人 就不是那回事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包括在场上 您刚才一说到房子 您就眼圈红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 您把这弄成两回事了 第一 如果您同意租房 租的人不好 这是另外一个事 租的人不好 咱们可以换人 但是您现在是 我同意租房 但你要真租 我就说你不孝 对不对 王老师是这样的 我们开始同意租房子 最后商量 他们就是不允许 走别人的房子 出走 他们是走我们的房子 接他们自己住的领域 接我们的房子 出走给别人 根本就没有事 我就不同意这个事情 就拒绝了他 这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别着急啊 先生 刚才大女婿说 在早期你们最初投资的时候 他们投资最多的 您认可吗 她说她投十万也好 一百万也好 不不 四万 我都承认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承认她 她 矛盾根深 她 是 是 是 四万 是 启动资金四万 启动是四万 对吗 对 没错吧 没错 您投的启动资金多少 我 我一开始是拿了五万 妈妈 我能有账 我能有账的 妈妈 我能算了 我现在想要什么 好 那这个阿姨啊 您是否同意 他们当时出的钱是多的 我同意 其实刚才的这个过程啊 他们都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包括这位大女婿 都在说自己的礼 其实 老两口呢 他们心里边 起码 不管当时什么样 他们认为 他们住的那个房子 是有他们份额的 对 而此时此刻呢 由于经济发展太快了 这个 每个人的心里 开始不平衡了 所以说我想说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能感觉得到 我们 几乎是 一边倒的 都在为 坐在场上的这两个人 在说 我们认为公正的话 因为这里头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是岳父的驾车 导致了这个恶果出现 于是我们特别希望 用我们相对 理性 并且更稍微强势一点的态度呢 使得岳父认可自己做错了事 然后你就 应该付出一点什么 但是说实在的 从上次到今天为止呢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 当初的这个房子 是你们俩自己的一个公司 买了一个房子 岳父呢 从老家来了 这个想在这住 但是后来呢 因为想出租 岳父岳母自然地搬出去 这房子呢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今天说这个话吧 说实在的 那就叫 不讲道理了 但是 毕竟在公司 曾经启动的那个时间里头呢 不管妈妈是真话也好 还是刚才自己想了想又痛回去也好 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五万 但是不是无钱 他肯定出过一些钱 对吧 他出过一些钱呢 这人就是这样 如果说我一分钱都没出 他也就没有理由来说这个话 但是在他看来 他哪怕出了十分之一的钱 或者说二十分之一的钱 或者说三十分之一的钱 他就老觉得 那上头有我一大块 我认为 你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由于我们是受害者 对于你岳父这样一个人呢 用这种直接了当的办法呢 他不太好使 他容易简单粗暴地去认知这件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我们这几位老师呢 就是给他一个心理上那种安慰一下 毕竟他也不想出这个车祸 所以说我们这样想问题 是不是我们大家的心里就能都舒服一点 对不对 那刚才王老师也讲了说是我的身体状况 实际上我特别不希望说拿我的身体状况来说事 就说如果我不出这个问题的话 实际上二十万我作为借款我也早还清了 因为我一年的工资就二十多万 是吧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会纠结到这个点上 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再重提防这件事 但是从我刚才在观察室里看到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 因为如果我的岳父岳母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放下 那将意味着说 我们很长时间都要纠结于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没有明白你岳父要的是什么 我确实不清楚 实际上他现在最渴望得到的 最想要的是你的谅解 你的宽恕 这是最重要的 他只有原谅他自己的 我才能够原谅他 实际上我无数次的都已经给 想要找到我原谅他的理由 但是我找不到你知道吗 我要找到 我帮你找一条 这条理由绝对站得住 理由只有一条 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岳父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承担他 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做了很多 都不重要 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 做了很多 对于他做的 你应该可以看到 你应该给予他一约任何的 他从那个房子里搬上去了 这是他做的 你能说那个房子里 没有他的那个贡献吗 因为过去的 我们单纯从结果来看 我们的父母 去去搬出去了 这个过程对于 我们整个这个家庭来讲 任何人都是一个煎熬 就是这几个月我们过的 因为这件事情过得 每个人都不痛快 我都不知道我父母 怎么扛过来的 尤其是我的父亲 希望能够说 所有的人能够理解 我跟我爱人之间的困境 所以在节目之后 我会写一封 二三十页的家书 并不是说想要怎么样 或达到什么目的和结果 我是希望在我放下来的同时 所有人都能放得下来 同时能够了解我们的困境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生存问题 我来租房子也好 或者是说要做某些事情来讲 也是迫不得已 我要解决我这些现实中的问题 或者这么说 假如有一天 你的生意做大了 这个时候 你的岳父岳母说想回去住 你还能让他们住吗 我用我母亲的话跟我讲 就是说在这个租房过程中 我们发生这么多不舒服的话来讲 我母亲的原话就讲 说女婿给岳父岳母买房子的 都很多很常见 何况让岳父岳母 住到自己的房子里面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我觉得您今天开场 就点了一个题 您说了一下 那个没有双利的人 他是你们的精神领袖 或者说是一个榜样 是我的榜样 对 那么这样的人 其实在您面前 您就要调整自己 全家人要帮助您 和您太太 把生意做大了 这是中兵之重 而不是纠结于那些小事 所以我想请岳父岳母 准备回到场上 建议老师 你们这一家人的出问题都是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很好 但是就一表达出来 就好像就变了样了 全走样了 然后就变得好像矛盾重重 其实这问题不复杂 老人要学会表达 我觉得你们也要学会表达 二三十页的一方家书 站在您岳父的角度来看 这姑爷要向我宣战了 我估计他是读不下去的 估计可能读书不是太多 我不知道直到今天 是不是从头读到尾了 或者说读到某一句话 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把这封信甩到一边去 这是我对他的一种推测 对您来讲 目前是一个坎 这个短板就是资金量 那么如果说我们投资 把咱家里这个房子缩出去 八千多块钱的确是不少的 他要是单身投资的话 实际上我们不会这样去做的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 我们的排序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要先解决生存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 第三个是养老的问题 我父母还有他父母 第四个才排到我跟他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康复 护理还有日常生活 我是排到最后的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言 我给你讲一下 没有希望说我岳父岳母 做多大的改变 我只是希望说 他们能够把一些事情放下以后 安排好他们自己的生活 明白 所以我们把岳父岳父母请回来 两位有请 先生呢 不愿意上了 为什么 你问他究竟想要什么 他究竟想要什么 他的什么目的 他其实这不讲得很清楚 咱们把事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他究竟想要什么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看出来了 岳父今天心情很不好 这个刚才 可您是不是想 白送你两盒岳兵了 也不替我说话 我不是要谁 为我说话 一个公正就行了 对不对 那您觉得现在哪里 我问他现在究竟想要什么 是要我的钱 还是要房子 还是要我的名 您这话要这么一说吧 就把矛盾激化了 你看我们第一期节目 做完了 不到两个星期 三十年里一封信 送到我家的事 为什么 老爸我问 是技术 老爸我想问你一下 我想问你一下 我们在一起的话 从来不说话 也不交流 你也不跟我们说话 我们也不跟你说话 然后他写一封信 希望跟你交流 我们知识的哪一点 我们当然知道的观众说 你的母亲我 知识的哪一点 是穿了什么好的 骑了什么好的 想说了什么好的 你们出去 有我 我说了 我在无理 你们出去玩 想玩好 我说我不出去 我就是 一条革命的男朋友 我愿意在家里 带着手的脸 你们安安静静的 不要让我和妹妹很操心 什么叫知识 我觉得你们才叫知识 你们选着想要什么 说清楚 当了那么多观众 不是先生 先生 我跟你说 本来一个好好的事情 我今天来都不想来的 为什么呢 节目做完了 活活气气地回去 高高兴兴的 你把这些矛盾 都掩藏起来的话 有意义吗 你一样对我们 还是有意见 三十月一封信了 这三十月 你得把那个三十月的时间 动脑就给赚钱不行了 你这样一天到晚 闹闹闹的话 谁有 谁闹的 三十月 那你仔细看了 那三十月都写了什么吗 一副三十月 十副十分 就是马老师刚刚说的 三百月只不要时间了 一十月那个 动脑就给 整个牛肩钱不行了 根本就 他就没心思看了 是这样啊 他一看了就气愤 你看啊 三十月的信 我认真看了 我个人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 行身一切 有血有肉 对 我觉得呢 这里边呢 有抱怨没有 说实话有啊 咱们看过了有 但是 更多的 我觉得是朝光明的 积极的 他是希望 日子过好了方面写 甚至他也写了 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那么您有没有认真 读这封信 理解呀 他的生意呢 我是文嘛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婿 所以他就不应该给我 读这封信 那您看啊 那现在呢 您现在一上场呢 就说 你到底是要钱 还是要房 还是要我的命 这句话一说呢 就完全把所有亲情 割裂掉了 我现在没有亲情呢 我通过观众老师 指导我 怎么样做 活活气气的 已经是 我们回去自己 回忆 思考 对比 你说我怎么想啊 我怎么回忆方案 回忆了 两个星期一 三十年的封信 三十年我跟你说 你不是全部在夸我 家庭没有 我们的父母的贡献 是不是呢 生意没有我们的贡献 但是我只做了1400 我只做法律制裁 我全都做老子可以的 我只把你搞残 拿来搞残 我是成为法律 您看您要这么说话吧 就没意思了 先生 您这句话说的说 我只不过就是 把你搞残了 能这么说吗 您能这么说话吗 我没办法 我跟你讲啊 您比我年龄大 我不是想说 你说是不是 我有一把他搞残了 不 您这样说话 您觉不觉得 对这位先生 是一个重大的 一个打击啊 我的车厂出车货吗 我的老婆 我的女婿 我的那些子姑娘 他们伤了 您是不愿意 但是 但是您现在脸上写的就是 我愿意 你们活该 你不就写的 不就是这样吗 就您的这个处理 你的这种说法也不正确 我的脸上 我必须写的 你愿意 你活该 那你说 大家说 我讲是不是这么一道理 就说了一道理 你其实就是这样 你看啊 别着急啊 就刚才这一块吧 我就明白你们家 为什么要吵架了 您说我这样一个 好脾气的人 我跟你说 我什么时候跟嘉宾这么大声说话呀 但是呢 什么叫画感画 您就是让我画感画 就是我 我不是要的画感画 我 我看着我就信凡 你看到谁信凡 我看着就是三十页里我就信凡 那你说 反正还是反了 是反了 我说就不来的 我说呢 来 听听观众怎么说啊 来来听听观众怎么说啊 别着急 我今天不敢这么搞 别着急 您请坐 都是反面交差 是不是呢 您请坐啊 不是个正面交差 这是第一 是不是我也知道 坐一下 来来坐一下 坐一下 别着急 每人都说说 我回去你们也不通用 回去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我都有点急了 是 是 我们也天话天音 是不是 这大哥 你要冷静冷静 你看就是孤儿坐的 也挺不容易的 别那么静 哎呀 这个老师傅啊 你应该坐这家冷静一下 你说我都生气 我说那你孤儿应该写几句 写几个字就行 非常感谢你 是不是 写这几个字 你能接受 是不是 用不着三十篇 三十个字 非常感谢你 你得换位思考 你很幸运 两个女儿陪你 两个姑爷这么带你 孩子弄这样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你多幸福啊 我 我要 你的脾气整大 都是儿女给你给惯的 您看啊 我今天一再说 咱们换位思考 出了这个事以后啊 说实话 我觉着 你说那一大女儿女婿 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相信 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也的确呢 有一些时候 有一些问题 但是先生 您得等我们说 当我们还没说的时候 您就先二提脚了 巴巴巴放 您看 我给您举个例子 现在 来王老师 您配合我一下 这个先生 你好好看我这个过程 我觉得您一定能明白什么 您先看 来来 王老师到我这儿一下 我们俩一块过刀山 王老师 您就做一个动作 就这样 走过去就行 好吧 我们俩过刀山 养的脖子过刀山 养脖子过刀山 您要先看嘛 现在我们俩要一块过去 您看谁先过去 一 二 三 砍 我给您讲一个道理先生 您已经快六十岁了 您知道 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们是遇到刀就躲 赶紧 阿姨妈 对不起 哥们让一下 过一下 过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人生之路 您呢 您现在是 砍 砍 有本事你砍 你说不砍 你砍谁呀 刚才这过程 建一老师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目的其实就想告诉您啊 就是要有的时候啊 得学会低头过日子 为什么就这个房子呢 就弄成了这么多是非出来 我觉得就是牵扯到每个人的心里 其实相互换位思考一下 就都能明白 比方说 朱先生这儿呢 是由于生存 孩子自己这样一个顺序排位 完了的导致呢 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他也不是专为他个人想 他个人他都排到最后了 那么就是就他来讲 然后就这个老两口来讲呢 就是大房子住不了了 还得那个就出租房里头去忍着 而且又小又破 对吧 老爷子还在为两个女儿 在奔波嘛 他累死累活的 他为什么呀 他不是还为这个两个女儿 也为这个家嘛 是不是啊 我觉得呢 现在最难受的 实际上就现在妈妈哭了 妈妈最难受 你看妈妈在这儿 一直扮演着一个合适老的角色 老爷子一怒 他就说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他没文化什么 他就在这中间破心泥 然后如果要是你们 要是怎么样呢 他又拉到你们这边 但他其实心里 在背后跟老爷子说的 肯定就是 其实还是愿意住大房子什么的 对不对 你看老爷子乐了 所以老太太 实际上他扮演着一个 到哪面 他就得扮演哪个角色 跟你们一个角色 跟小女儿一个角色 跟老头一个角色 都在一起是一个角色 就累坏了这位大姐 所以她最苦 但是其实她的心愿呢 又代表着你们一家人 方方面面的心愿 其实要我说 就是一个方法的心愿 她想是最好 你们家里把这个方法的问题解决了 你们家人什么事都没事 因为什么样 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不同的 很难讲 谁的性格就一定比哪个性格好 只是对待具体的问题的时候 会彰显出 可能哪个性格 更适合处理这个问题 仅此而已 那你说老先生特耿直 难道他就在别的事物中 难道就没有优势吗 也会有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全家呀 需要理解的就是老爷子呢 没文化 所以他认为这个三十页的东西 就像这个习文一样 认为要讨什么 他就他也看不懂 他也不想看懂 所以你这就属于秀才遇见兵了 所以这秀才要多理解 其实当兵也挺苦闷的 因为他看不懂什么 你说他不着急吗 他也着急 写给他看的 对呀 是写给家人的 所以说呢老爷子 您别把这事都懒过来 好像都是在声讨您 人是写给家人的一封信 实际上这封信呢 更大程度是写给我自己的 对 梳理一下 我写完了以后 我就都放下了 对对对对 是梳理一下 我不希望都背着这东西 太累了 其实这个文字的东西 文字的东西 对书导抑郁是有好处的 所以老爷子应该学学了 这个文字呢 是这样 不管你写给谁的 这封信你清楚地知道 最终他是要看到的 既然是大家要看 每一个人都认为 是写给自己的 那对于您这样一个秀才来讲 您等于扔出去一个炸弹 给他本来就 经过我们大家努力 平息的那种情绪呢 重新又爆发了 这个责任 您承担也得承担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是提前引爆了一个炸弹 那个大弹 它永远都在那 只不过什么时候爆炸而已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在说 你们家是方法问题呢 你比如说现在 请各位看一下 此时此刻在场上的这个姿势 我非常非常欣赏你 妻子对你的这个态度 每一位都很感动 刚才放下边你也看到了 我是声泪俱下地 对你妻子 这个说了我的 这个敬佩的这种语言 甚至我都不知道 我记得清楚不清楚 我说如果 非得有人问我 说你找女人 应该找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 我说这就是 我应该找的那个 我好像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记得 所以说这个话 我当时是由衷的 我觉得她确确实实 是一个好女人 让我感动 我反过来说 这份感动 其实对于你来讲 是妻子对你的爱 但是对于父母来讲 实际上是多了一份冷落 刚才我下去 我就问我的主编 我说这个老人家 你有过跟他单独交流吗 主编的原话 他说其实 他这个爸爸 人很善良 他的爸爸 说什么老家 还有什么房产 什么将来百年之后 也要给我的女儿 当然 这是他对他女儿的一份爱 因为他爱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又深爱你 所以他就只能跟着来 完成这样一份传递 他就只能这样去爱他的女儿 因为他爱他的女儿 那是他的亲身骨肉 于是乎他把所有的爱 亲住他女儿身上的时候 他女儿每天就这一个动作 那对于爸爸来讲 他就心理上一定会有一些 凉嗖嗖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其实你应该是什么 正一看爸爸来了 哪怕是假吗假式 我不是把你当我爸 假吗假式的 也得糊弄他一下 让他觉得说爱女儿 其实还是知道爸爸很爱他的 你再回来不迟 对吧 我说的这个意思呢 是说 你说的不完全对 对不对 你等听完再说 因为事实上 你对你老公的这个态度 和你完全毫不保留地 站在你老公的这个角度 在看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对不对不重要 关键是你爹心里不舒服 你爹有愤怒 你爹有情绪 这是事实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话呢 给你们家庭一些思考 你们现在更多的时候是觉得 谁说我们没有做 谁说我们没有努力 方法不对 就算努力 方法不对 老先生啊 刚才主持人和王导 他们两个那个表演 我不是给您也做一点小工作吗 就给您揉了揉肩 我想请问 就是假如说是您的孩子 在给您揉肩的时候 您的情绪会稍好一点吗 对 好多了 好的 这就是王导刚才所谈到的那个话题 当我手搭在他的肩上的时候 他是变得相对而言是安静许多 他就没有再不停地再说了 为什么 这个父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就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内心要担起更多更多 但是呢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父亲 他的表达 像建一老师 像王导 像王芳 像徐阳律师这样 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 同时他这个话 可能心里是一份温暖 但是说出来之后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很生硬的 但是他也希望别人对他的关注 希望别人能够在心里 对他有一份尊重 比如刚才在台上 女儿爱自己的丈夫 那种肢体动作我们看得到 可是你是在跟父亲那种 甚至于用吼这个词语 来描述你跟父亲对话的 我可以这样来说吗 当时你情绪一定是很激动 老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他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 没有得到家里的儿女们的认可 甚至于还有三十页的 干嘛呢 另外呢 在拿出这个东西之前 假如说希望岳父母了解 那是一定要有铺垫的 如果在之前 女儿跟父亲说 老爸 最近家里边还真的很难 孤业的病 这种状况 孩子上学 真的很难啊 现在生意也不大理想 老爸 您吃的盐比我们喝的水多多 您看咱们现在 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让他体会到我是一家之主 如果说女儿 姑爷 老爷子 是这样跟您交流 他们没有那么提出 我就是这么想 就是这么安排 对呀 对呀 但是如果他们是这样表达 您会好一些 当然 不光是好一些 感觉到他们就是考虑的难处 怎么样 听到没有 所以我贴马老师一句话 这个信呢 如果我们这么想 换一个人写 换一个口气 变成了女儿写的 女儿写的 这父母在什么 他就是抱怨两句 但他不会恨 不会有更大的问题 监一老师 这信要是女儿写的 会好很多吗 这封信如果是女儿写的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而且老爸肯定还会看 倒不是说女婿不可以写这封信 而是写这封信的口气 因为我是以前是搞文字的 我也写过很多的书 您看出问题出来的 然后呢 我刚才把这个东西要过来 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以后 我看着我也觉得 更多的是像什么样 是席文 就您可能会理解为 我这是十年那个回顾 因为标题也是十年 但是呢 感觉上呢 生意向更多的是探讨 这个家庭中的问题 虽然您表面上说 这不是要讨论问题 不是要揪谁的对错 但实际上呢 怎么看好像还是这样的 这就是思维方式 其实我觉得 先生您这个人哪都好 非常敏锐 然后呢 也很有爱心 也很有就是做生意的想法 然后气质也非常好 您有很多优点 但是呢 您现在呢 整个的思维方式太负面了 因为您现在已经都能够自食其力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您是应该需要升华了 车祸是不幸的 但是我还活着 然后我活着 我现在活得还很好 我的妻子爱我 我的孩子健康成长 然后我的岳父岳母 对我也有歉旧之心 而且也很爱我 然后我的小姨子对我也很好 然后我的父母 对我仍然更加的好 是吧 你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你 马上提升了一种动力 而不要转化成一种什么样 活在过去的记忆里 十年 十年 这个是三个月 四个月前写的 对 不是我现在的状态 不是你现在 非常能理解 人有时候文字这种东西 就是一时的灵感 一时的冲动 但是呢老爷子他不 他理解不到这个层面 是吧 所以他认为你这是要干嘛 那么咱们就不解释了 反正文字一言即出 已经四马难追了 咱就不解释了 我觉得就是面对你们 现在这个矛盾 还是要找出一个方法 您是年轻人 然后您还得带头 你看您现在您女儿 都成了您一条战线上的 但是对老人会有压力的 你要多理解他们 您觉得建议老师说的 有道理吗 建议老师 看出一点问题出来 第一 学的口气就不正确 来来老先生 学的内容 有些也还存在了问题 你不是说你没看吗 我看了 我没看完 为什么我发火了 所以是这样啊 我觉得 自从我刚才 我没看完 来来来 先生您听我说啊 自从我刚才说的那个 拿刀砍着脖子往过走以后 这老先生立刻就变了 这我相信他 明白一些道理了 就是 哎呀我 你看我这干嘛呢 是不是 他主要是看见 我已经被人砍了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 叔叔 我真的觉得 六十而顺 您应该过得非常幸福 您今天来这里 就应该做一件事 就是拜托大家 怎么能让你这女儿女婿 生意做好点 您就是做这一件事 做好了 然后生意好了 这些都不在话下 您说你女儿是个坏孩子吗 她是没钱 她要是说真的 有特别多钱 她跟你计较这个吗 有钱她也不会花呀 想买东西 对呀 那得批评 那得批评 对 想买东西这个得批评 该买的我就买 不该买的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批评的非常 买的大腿 这个徐阳律师 我们在这儿 马上请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房子啊 现在的情况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呢 法律都不要那个了 你还需要说吗 这房子我本身就是为他们买的 但是他们再不要提提那个那个 我也不会 找出来跟他们会放房子成立 我要放这个干嘛 是 我武汉还有两套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 武汉两套房子 是计划给两个规律的 但是还给他们两个规律 对我的表现 老爸我不要 这样 好 你看你能不能 我或者捐献出货 对捐献给我 捐献给我 我要 我给我们五个分了 这个误差太大了 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老爷子啊 不能说房子是给人家的 因为房子大部分是人家挣的 是吧 这个女婿这一方 也不能说没有人老爷子的贡献 咱也得领这个情 不要怕领情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家里最需要的 就是两个字 原谅 对 对 那么 我不原谅他 我就把房子买掉到三十四分 我刚想替你说话 你就老打岔 你 先生你又开始了 你敢叫 是的 我四个字都原谅了 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做了两期节目了 就事实本身是非常清楚的 怎么样 谁做的怎么样 其实都摊在这 那么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需要的 就是岳父和大女婿之间 互相的这个谅解 体谅 原谅 认可 如果做不到 可能以后还会有 这个一些方法方式 我觉得是表面问题 不会做不到 徐昂律师 我觉得不会做到 为什么呢 刚刚叔叔已经说了 我不会跟你们提这房子的事 您也就别再提了 我跟您提过这个 不不不不不插嘴啊 就不提不插嘴 为什么 你们家人吧 都有一个就接话太快 你比如女儿刚才这个啊 老爸说 你看 我武汉这房子 将来我也给两个女儿 一套 我要是您 我就说哎呦 谢谢老爸 你看您还想了这 然后他立刻说 老爸我不要你房子 就您多像你那爹 给力 你说 没报错吧 您说说 您说这情况 这要遇到我身上 我绝对说 哎呀 谢老爸 你看这 我老公有的时候不懂事 您千万别生气 您看您的 您身体好多 这就是台阶 是 你们家人都是什么呢 就你跟你爹啊 然后你带着 你这老公也有点 就是给一台阶以后吧 时间往上来 砍一下 试试砍 您说你们这是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种时候 你就应该做何事老 你现在是表面上紧紧地站在你老公身边 你说那俩老人能不生气吗 我老爸越对他这样 我就会 我就会离他 离老爸越远 我们三十多年没有什么交流 所以我现在发现了 你们家最终要解决的 不是你跟这老先生的问题 如果他们俩能把很多问题处理好 您就别出面 您就躲后面 就像我那样蹲着走路 躲后面 让他去解决 来你过来一下 来姑娘 来来你过来一下 我看看你的解决能力怎么样 来来来站这儿一下 来先生 麻烦您一下 来来来 我小问一下 这是你闺女吗 你看 言行 都是像我 这个叔叔啊 其实 我们从心里面都很心疼您 都很理解您 我即使是 有的时候着急 我也是觉着 你太傻了 就是您 对 就是您把自己置于一个绝境 首先啊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您告诉我 你的内心心底 爱着女儿吗 你说的 我不爱她 我就早就回去 我还去了 我不把你说 您爱这女儿吗 肯定爱呀 对呀 您的第一句回答都好 好 比如说 这女儿 现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只有老爸 得跳到那船上 非常危险 才能救她 你会去吗 肯定去 如果您去的话 您有可能被淹着 淹死也约一 所以 这就是父亲 这就是父亲 不行 说真的 我 不是关于她的话 我 车子一开 就回武汉去了 我东西都装在车上了 我跟她妈妈说 那我告诉您啊 来 叔叔 把他们安排好了 以后 活去了 我们再回武汉区 是不是 谢谢老人家 我跑病了 心半瓶了 因为你 死祸 是我闯出来的 叔叔 叔叔 在走 我走 感受一下 现在女儿在干什么 感觉她幸福 你在幸福的时候 你讲的是别的事情 你不懂你嘴啊 对呀 别说话 来 我继续问 您继续回答我问题啊 如果 你下去救你女儿 您有可能在这 救不上她 您可能也就半路 被淹着了 那也是愿意的 为了这个女儿 哪怕是放弃生命都愿意 对 先生 刚才 当女儿 趴在您肩膀上哭的时候 您应该做的不是讲别的 您应该关注她 你听我说 我是关注她的 你听我说 您听我说 您看啊 您看看这个父亲怎么当的 来 当 女儿特别难受 走到父亲身边的时候 父亲应该怎么做 父亲应该 把她搂在怀里 说女儿呀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就是说 听好了 女儿 女儿呀 爸爸想跟你说 从车祸的那一天起 我其实无数是个想过 如果要能用死来换回你丈夫的健康 我情愿那样做 因为你爱你的丈夫 可是爸爸没办法 可是爸爸没办法 没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选择了没理抢三分 但是你知道那三分抢回来 我会多痛苦 所以女儿 记住爸爸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的丈夫 当然这是也许 但是爸爸 可以为你去死 这是当爸爸的 我记住你 你这些话题 怎么去揍一个 别着急 来来 先生帮我拍拍 可是能这样子吗 好了 可以 不不愿快 无敌的工作 这是最好的 把家里关好 我是觉着 在这个家庭中 您应该能做到的事 要经常和女儿多交流一下 王岛说的 这么深说的 我也是教育了 我跟家也是教育了 我的生活调整 刚好调整平衡一点 但是你还是要慢慢去调整 一次等完恢复 好的 是不可能的 您能不能给点时间 让爸爸慢慢调整 可以 你爸爸说了 他就现在 他准备蹲下走路了 你准备蹲下走路吗 半蹲 半蹲就这么多 对 就可以了 非常好 爸爸 其实我想对你说这句话 你说 不过这两句 你说十句 爸爸只能记得心里 你永远要记得心里 我跟你说 正确不正确 就是用爸爸的分析的 你说 我希望你对我妈妈好一点 我对你妈妈是够好的了 每天要来陪她到电视台 每天要来电视台 你还要模样好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完了 好 你说 你说 妈妈我想你过来 你过来 你看她说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妈妈说好听一点的话 行吗 以后对她说好听一点的话 好听的就是 把饭吃了 吃了这个电视台去 行吗 我从来哄文 我不会哄文的 那你知道吗 什么叫好 这个时间长了才知道 老爸你听我说 老爸你听我说行吗 你说了 那以后你哄哄我妈妈行吗 我不喜欢哄文的 哄文哄得起来是不交流的 听我说 你就答应啥啥哄哄哄哄 对呀 你就说一句 我可以哄她 这就能做人命了 这咋做人就做 气死我了 那我要哄你妈妈你说 行吗 行 不要哄 对呀 老婆这要是跟你生气 你可不可以 不要跟她生气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就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过程中 您的女儿发来两条短信 第一条是发给您的 说本来准备今天过来的 但临时有事没能来 真不好意思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想在这祝福我的爸爸 妈妈 哥哥姐姐 中秋节快乐 身体健康 其实我心里边 很爱他们每一个人 我多希望我们的家 每天都是一个团圆的 每天都像中秋节 爸爸妈妈 你们保重身体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说 转达给哥哥 他说哥哥 向你妹妹说 他说哥哥 我发自内心的能理解您 这些年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希望您真心的能放下过去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必须要将来过好日子 我希望你的身体能慢慢的好起来 每天开开心心的 也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爸爸为这个家也是有所付出的 帮姐姐做午饭 有的时候发货 也许这是只是小事 但爸爸真心的放不下姐姐这边 每次跟我坐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断的说 你姐姐姐夫不容易 你要多照顾他们 只是我爸爸不会表达 我特别希望 您能够从心里边原谅爸爸 咱们一家人 好好的 从此每天都是团团圆圆的 你能接受妹妹这条短信吗 那你能承认岳父的确也很辛苦吗 是 告诉爸爸 爸 其实您挺辛苦的 不要说 人也 怎么看你他们的眼睛 在我身上我就能体谅他的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父亲是不是有的时候 也帮你们做一些小事 尤其是帮你的老婆 我只表达我 我的一个心愿你就知道了 我可能这辈子重新站起来 走路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但是我希望我能够从精神上 和经济上重新站立起来 给我的家人称一拼帖 我能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那么我想问你 你需不希望 然后第二个来讲 我是希望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 在一起过于亲密的话 是一种伤害的话 那我们可以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我所期望的 你需不希望岳父岳母 他们的生活好起来 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 都不可能不小心 你就直接回答我 你们家人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任何问题 都从来不直接回答 我们非常希望 您希望你的岳父岳母过好 我希望他们过得好 如果他们愿意帮我的时候 还可以帮我们一下 如果你们好了 愿意帮他们一下吗 那是肯定的 大点声 没有问题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 通过今天 我们就这件事情不再谈了 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做好了生意 咱们一家人都好好的过日子 翻过去 翻过去吗 女婿说咱们把这翻过去吧 翻过去行吗 行 行不行啊 来请一下这个 请一下这个公共婆婆 咱们来一起照张 谢谢 全家福好吗 谢谢 好不好啊 这全家福啊 我请各位老师一起来 我签名吗 是争取放在你的网件里 是吗 把它挂起来 告诉大家 我要好好赚钱 将来赚了钱 我还要去做更多的公益事业 可以吗 可以吧 您支持吗 支持 支持 多理解一下老爸 老爸 你抱抱我 好吗 我还要去做更多的公益事业 先量先量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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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面来 咱们一起照张全家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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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好 来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你这个亲家呀 就这脾气啊 但是你这儿子呢 也够倔的 嗯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可以吗 这是什么 你女儿刚刚说的句 最关键的话 可是老爸 你欠我多少拥抱啊 您记住这句话了吗 哎 好嘞 我说两句 啊 您说两句 好 我那什么 我儿媳妇是真是难找千零挑一万零挑一 嗯 我有两个好女儿 我还有好儿媳妇陪伴我 好 三个女儿 我跟前有这么爱我的人 我真的感谢了 好 嗯 你瞅人这 你这亲家都会说呀 哎呦 我最遗憾的看儿子一洗澡 我儿媳妇给我儿子天天按摩 我就受不了 哎呀妈妈 这 我那儿媳妇一般人都做不到的 这不就是两个人三步是一样的吗 那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妈妈一天 是一样的妈妈 看在眼里 这个心里可不一样 我也运动了 她也运动了 不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就是一样的 您说得太好了 说实话呀 在这个家庭中 我们看到了不幸 也看到了万幸 看到了倔强 也看到了善良 最后我本来想总结一段话 我觉得我说什么都没有 咱们这婆婆说这一段话分量重 我想今天这婆婆说的话 就是正能量 就是我们社会呼唤的东西 我希望咱们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 都能像这婆婆一样 克服困难 然后大家没事去福祉会转转 我们感谢您 谢谢 来 咱们一块儿到张相 一二三 茄子 一个家庭 经历这样一场灾难 没有分崩离析便是万幸 活在过去 还是面向未来 这是一种选择 从互相纠结到彼此宽恕 心灵需要成长 请不吝点赞